从法律上来讲 言语是以下 首先要明确债务的真实性 一旦债务确实存在 妻子是负有连带责任的 但是其中有两种情况 妻子是可以免除连带责任的 那对于寻找这个人 您现在有些什么想法和建议 我个人感觉节目播出之后 他看到我们这个节目 我相信他应该有回来的可能性 因为他躲只是暂时的躲 不能长期解决问题 其实这位女同志说的一句话 是很好的 就是把话说清楚 找一个踏踏实的工作 拿出一个还款的计划来 家还是家 日子还是日子 这才是踏踏实的生活 好吗 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那对你们这段婚姻 你现在有想法吗 如果说他把大伙钱还清 或者是改变一个态度 将来说真的好好干 好好工作 挣钱养家伙 我们还可以要这个 我知道你很爱你的丈夫 我知道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 那只要他愿意回头跟你过日子 你还是很接受他的 对吗 对 你跟父亲的关系 多年没有联系 你跟你母亲的关系也不太好 因为你没有工作 多年来你和社会断了联系 所以当你周边的亲情关系全部断裂的时候 你真的是爱这个男人 还是依赖这个男人 你必须要想明白这个事 你要分清楚你是跟他有爱 还是对他的那种无条件的不区分的依赖 你们想通过电视台来寻找一下失踪的女婿 但是更多的因素是想通过电视台向世人昭示一下 这笔债务到底跟谁有关系 是吧 其实我们还是更想说明的是什么 咱们对于亲人之间的经济上班的一种往来 有时候跟朋友之间的金钱往来 本质上实际上是一样的 有时候确实属于摸不开面 也有的时候过于相信了对方 当钱拿不回来了 就开始去说对方如何如何品德上有问题 而不去说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大意呢 所以呢这边事出来了 我的意思大家不要再去埋怨 事出来了我们就要面对 他个人还款有没有能力还 教计涉及不涉及他的妻子 法律上面自有定论 吕律师也给你们做解释了 我所建议给大家的就是 我们从今天开始能不能不再互相埋怨 毕竟这笔钱还是在大钱 还是在咱们家庭成员之间转悠 所以我们的家庭矛盾能不能得到一个重新的调整 我觉得这是关键 严女士啊 你在这个家庭成员当中 你也是一个关键角色 因为是你跟他的婚姻才产生了 你父母跟他的建立的这种联系 所以您该担当的地方 也要学会担当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 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解灵还须寄灵人 其实你们家这个问题 最重要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您的爱人 我也希望如果要是这位先生 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的节目的话 真心希望您能够回到这个家庭当中 把这个问题我们正视它 面对它来解决它 其实这一家人还是对您充满爱的 感谢观看